继续画图 上次画了正方形 五边形 今次画六边形 六边形相对容易 你想想,六边形 究竟将圆圈分成多少等份呢? 还有内角是多少呢? 应该不说 将圆圈的角分成六等份 那一角是多少呢? 先画一条线 今天的设定会比较好 应该看得比较好 希望 插一个点 画个圈 我选择一个大小的大胶 可以看得清楚 好 好 对了 不要轻挙妄动 用这个长度 其实有些人可能猜到 会怎样做 可以画到六边形 那 这里呢 就是 如果它是一个 正的多边形的时候 其实 如果你将这个中心点 和每一个顶点连接的时候 这个角应该是平均分配的 所以刚才说的 或者上次我们说五边形 所谓的五边形 这里有72度 因为360度 除以五是72度 所以 今次是六边形的时候 即是说 如果这个是其中一个顶点 它另一个顶点 练一条线的时候 这一只 就是60度 那 我不知道 当你想起60度 会想起什么 我第一件事 就会想起 等边三个人 所以 如果你还记得 等边三个人 怎样求 还是怎样画的时候 这个半径的长度 即是这个圆规 这个就是半径的长度 所以 我只需要在这里 再画多一下 即是这个长度 是半径 这个长度 当然是半径 这个长度 都是半径 所以 其实 这三个人 这三点 这个点 原心 还有另外 这个点 它们连接起 就会是一个等边三的 所以 我就会知道 这一只角是60度 那 如此 推 即是说 我其实 只需要 等等 我刀正 我刀正 这个位置 这样 再画多一下 你可以重复查 理论上 应该画在这里 是有 有 可能有 少少 你会发现 有时会有 少少 可能突然之间 你会发现 我都没有搞过圆规 为什么会有 少少 不差 其实 主要原因 因为 如果 我不知道有没有 留意 你刀在纸上 那里 其实 刀得多 它的孔 尺寸会 大了 所以 其实 会有少少 强 所以 有机会 差一点 所以 不要在同一个孔 刀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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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张 即使用东西 刀在纸上 刀 刀得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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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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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1mm 這個差了少許,差了約半 這個多了少許 所以這個位置移高一點 可能就會很完美 這是六邊形 由六邊形 或是畫好的多邊形 例如這是六邊形 之前可以試用五邊形 或是正方形 如果我給另一張 我早就預備好的 剛才我用來試六邊形 可以看到畫了一些 畫了一些標示 現在我割開了六份 其實是六邊形 其實如果我們用回 用回之前的 評分一隻角的技巧 其實六邊形 當然可以畫十二邊形 因為我可以在每一個位置 當然這裡會差了少許 但是 這樣 其實不用每個地方都做完 因為我稍後操作給大家看 就會知道 這樣 這個就是評分一隻角的方法 所以要找一把夠長的間斜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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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是畫得準確 那 原心在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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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應該它是連同 對面那個 都評分的 就是這一邊 當然 你在那邊 就是你在那邊 畫了 是一個最準確的 那 就看你要求的準確度 去到多少 那 如果你說 我 真的欠少少 沒有所謂 那 其實 最快捷的方法 就是這樣 那 應該這邊 對應的 點 都在這裡 所以這一點在這裡 另外這個在這裡 那 就 看看下面 下面 看看夠不夠 位 先評分 如果 打算 打算 有這樣的想法 要去 畫多一個的時候 應該可以 有機會可以 看看 是不是 差一點 這樣 縮小一點 看看可不可以 這樣 如果 如果你 那些 不是 來的 那 要用回這個 這樣 這樣 都 OK的 似乎 看看這裡 夠不夠 如果 一早 打算 緊緊 那 打算 用一張 大張 的 字 上面 畫了一點 下面 都畫了 一個點 那 我應該將 將它們 連在一起 即將這兩個點 連在一起 它會穿 圓心 這樣 在這裡 對 這樣 就應該 出了 十二點 出來 這樣 即是 那 我們就可以 畫到一個 十二邊形 可以 看一看 我們 連起 它 看看 是怎樣 那 我 給 一條 對 這樣 就 畫到一個 應該是十二邊形 一 二 對 這樣 我們就畫了一個 十二邊形 大家 不好意思 當然 如果你有心思 再評分多次 二十四邊形 大家應該猜到 我有四邊形 就應該可以畫到八邊形 其實倍數上 八邊形 就會畫到十六邊形 然後 五邊形 畫到十邊形 二十邊形 預算去推 然後 六邊形 就會畫到十二 然後 再 再 兩倍 二十四 這些是最容易畫的 大家可以想想 你猜七邊形可以怎樣畫 我剛才畫了七邊形 很難準確畫 為甚麼 有兩個器 都不行 因為 昨天你說五邊形 因為 我們把中間的角 平均分開 我們把圈平均分開 多少邊形 多少邊形 這裏 這裏 在圓心的位置 這裏 真是二度 我們之前試過 沒有用到這個 即是我們不用涼國器 他就說 但你說 不是 我真的想畫得很準確 現今世上有涼國器 為甚麼我不用呢 沒有問題 純粹我們這裏是貪得意 我們想看看 沒有甚麼工具 只得圓規和一把直尺 如果直尺是沒有黑度 沒有間 即是沒有長度 讓你看到 我可否畫到一些多邊形 但是 七邊形 七邊形 就更麻煩 七邊形 為甚麼麻煩 我們在說的是這裏 這裏 等一下 那個圓心 去了那裏 圓心 應該是這裏 都不見了 其實大家都想到,360 除以 7 一定除不盡 7 是一個很難看的數字 因為它自己是一個 prime number 的質素 不是有很多數字可以除去除一旦,因為有單數和質素 好像很麻煩 除一除,就是 51.42 51.42 用兩角度量度量度也不準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小數點 所以,7 邊形相對是一個很難畫的 5 邊形也不算是最難畫的 因為5 邊形是 360 零至尾 除5是除得盡 7 邊形很麻煩 下一個是 11 邊形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用甚麼方法 我相信你上去 YouTube 或上網 都應該找到有人告訴你 用甚麼方法可以畫到的 但如果你已經看過這幾個影片 即是一些作圖的技巧或作圖的方法 你會否憑這些就可以想到一個方法 都可以畫到一個側邊形呢? 可以試一下 下次我會示範我畫七邊形的方法給你們看 我會過幾天再出一個影片 希望你們可以試一下 拜拜